7月22号至29号,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代表团一行20人到访新疆,通过实地走访乌鲁木齐、克拉玛伊、伊宁等地,感受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多元文化交融之美。 新党主席吴成典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,精彩的民俗表演,种类繁多的商品,游人、人山、人海都令他惊讶。 他告诉记者,新疆是个好地方,这里来了让人回味无穷。 新疆是个好地方,是个好地方,我们印象很深刻,7月份到新疆来最好,果然名不虚传。 在景区里,特色建筑、民俗风情、风味美食、民族歌舞都深深吸引了代表团一行,大家驻足拍照。 曾经来过乌鲁木齐,哎呀,想不到经过才十几年了,高速公路啊,立交桥啊,还有电信各项建设啊,这次给我的感觉啊,可以说是耳目一新。 首次来新疆的刘杏仁事先做足功课,浏览中,他购买了核桃与红枣,商家热情推荐试吃,令他深感亲切。 你看这个人是非常的多,就是大家的心其实跟这个天气一样都是相当炙热,而且非常的开心。 那也希望我们大陆的有很多民众也可以到台湾来,两岸多走走多看看,我相信情感自然而然的也就走在一起了。 在这里,从精美的手工艺品到地道的民族服饰,再到香甜味美的瓜果,每一处都散发着浓郁的新疆特色,这也给吴承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我是第一次来新疆,虽然牧民很久了,大巴扎这边来,哎呦,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 这个大巴扎比我想象中还好,里面的东西这么多,这么丰富,你看枣汁啊,这个核桃啊,让我很惊讶。 这个新疆的农特产品有这么多的特色,西瓜也特别甜,甜瓜也特别好吃。 我们还看到一个叫老汉瓜,常常看也都不错。 很好吃,很好吃,走感非常好,赞。 那个体会啊,我感到非常的好,以后应该还有更多的机会想要来。 随着毕业季,暑假来临,新疆旅游热度持续提升,游客络艺不绝。 据了解,今年上半年,新疆累计接待游客一万两千零一十七点九六万人次,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二八,实现旅游收入一千三百一十六点五七亿元,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九,旅游接待创历史新高。 这了不起啊,有这么多人来,游客还在增长之中,台湾的比例也越来越高,台湾到这边虽然这么远,还是乐意来啊。 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台湾同胞对新疆的了解和认识,也促进了新台两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 代表团成员们纷纷表示,他们将把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带回台湾,向更多的人介绍新疆的美丽。 同时,他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新疆,亲身感受这里的发展变化和文化魅力。 好,那我也希望回去这个想想看你有什么哪些项目啊,可以跟乌鲁木齐啊,或北疆啊,南疆啊,来做一些对接,找更多人来。 这个地方这个让人来的回味无穷嘛。 这个地方这个让人来的回味无穷嘛。